这个女人对着魔法盆念出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 变成神兽行不行 下一秒光华一闪 她变成了一只鸽子 拍拍翅膀飞了起来 学生们都是一脸的羡慕 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灵兽术 而她们的考核就是变成一只灵兽 小美她们来到一幅画前 把重生药水喷在上面 下一秒 相册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还不停地抖动 一阵黑烟冒了出来 画里面的女孩竟然活了 三人非常吃惊 而女孩更是不客气 一个转身后变出一只瓶子 法杖用力一搓 三人迅速缩小 竟然装进了瓶子里 这算不算咎由自取 她在学校里不停地穿梭 发现蝙蝠和马粪都不见了 原来她是暗黑魔法师 女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她这才把三人放了出来 小美向她请教精神灵兽术的方法 没想到她顿时来了精神 可小美试了半天还是没有成功 女孩说你要自信 相信自己是一只无敌的老鹰 要克服心中的恐惧 说着变出一头大蜘蛛 还长了个老师的头 小美拿起扫把就逃了出去 没想到蜘蛛随后跟了过来 吓得她一声尖叫 掉到了马粪堆里 她再次实验 可还是没能成功 女孩又把她带到猫舍 然后把小美变成老鼠 放进去后关上了门 过了半个小时后 她打开了门 小美从里面爬了出来 她非常兴奋找到了自信 而小美不知道的是 女孩原来是个大骗子 她的变身兽是一条大蛇 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